听故事 贫历史 这里是历史影像机 我是宁哥 伊陵之战 又称伊陵之战 是三国时期属汉昭烈帝刘备 对东武发动的大规模战役 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力 也是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 此战 刘备军几乎全军覆没 阵亡数万人 有人说 关于若不丢荆州 刘备倒真有可能光复汉史 但话又说回来 孙权就算放关于回去 比光二爷那傲慢与偏见的脾气 孙权前脚放人 光二爷后脚就会带刘备的人 来攻打孙权 夺回荆州 一血前耻 孙权为啥要给自己找麻烦 而且陆迅周瑜以防守著称 攻防的难度不对等 杜格良如果只徒手 绝对一样天年 守称能力比司马懿强太多了 陆迅周瑜等 哪个不是守出来的战机 败机都是去干别人的时候 真的是攻的吃大亏 就这一仗败了整个蜀国 蜀国后继无人 成了益州派的蜀国 这一仗赢了就成名将 输了即成后人眼中杂鱼 吴军要是输了 陆迅 朱然 孙桓 汉章等现在 也会被看成杂鱼 刘备要是赢了 张南 冯锡 布鹏等等 皆成名将 这一下惊州一丢 蜀国完全被封死在蜀地了 而且此战损失的兵力人口资源 使得蜀国彻底失去一统天下的可能性 就像袁绍输了一场不可能失败的仗 当时袁绍占优可太多了 只要问扎文打 曹操基本上没有机会 河北兵强马撞 曹操许昌四面楚歌 袁绍当时真的比曹操优势太多 当然 关渡袁绍也没输得太惨 只不过短时间内 没办法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了 袁绍多活几年 曹操未可知 而此次伊陵之战 刘备在具体作战指导上 他有不察地力 将军队带入难以展开的 二三百公里的崎岖山道之中 同时 在无军的顽强抵御面前 又不知道及时改变作战部署 而采取了错误的 无重点处处解营的办法 终于陷入被动 导致悲惨的失败 此时 副军杀将的恶果 令人不胜感慨 以怒兴师 石墙冒进 犯了兵家之大忌 伊陵之败 让新建的蜀汉政权 受到沉重的打击 不仅损失大量士兵与物资 还有多名将领阵亡 而隔年 君主刘备的死亡 更让这个建立在他名望之上的国家 摇摇欲坠 国内叛乱四起 丞相诸葛亮 花了约五年的时间 才能重建军队 与弥平这些叛乱 并让国力提升到 可以对外发兵的地步